德拉基奇的退役赛,美国队来了也不敢说包赢吧 内有约基奇,武器维奇,外有东基奇,伯格达诺维奇 再加上爪击德拉基奇 真是奇奇国王带着一群奇奇们打球捅了奇奇窝了 这只对我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抗美奇侠 除此之外,还有纳什、诺维茨基、斯科拉 因命退役让人一难平的克里斯波什 一场告别赛多达40多名退役和现役球员 堪称霸干全明星 而这只是38岁的德拉基奇告别赛场的退役仪式 2008年二轮第15升位被马刺选中 随即被当作筹码交易至太阳 不是超剧生涯只在2018年作为替补 经过一次全明星 2010年季后赛对阵马刺末接砍家23分一时 惊为天人 不是冠军,离奥布莱安倍最近的一次 他因足底金莫言这种折磨人的伤病枯作板凳 这一年德拉基奇34岁 眼看着胡人4比1,绅士横扫热火夺冠 情男自尽的他在替补心 抿着嘴唇强忍着泪水在蓝色的眼眶中打转 随即哑然一笑的画面仿佛让人听见梦碎的声音 4年之后德拉基奇说 竞争的兴奋感已经一去不返 是时候说再见了 他怀念比赛,怀念更衣室和队友 但不会想念训练 因为在迈阿密的那几年训练实在太苦了 推赛里卢卡东基奇化身八部天龙 一条龙纵贯全场 说自己从不扣篮的约老师上演快功自抛自扣 当着诺维斯基的面表演 经济独立的三分各种整活骚操作 打得比总决赛还卖力 连阴病不能打球的波时都忍不住披挂上阵 拿下退役的第一分在线经典怒吼 不得不说直到退役才发现 德拉基奇有个好人缘 年轻时看比赛目光总喜欢追寻那些超级明星 在篮球的夜空里他们星光太盛 让人往往忽略那些角色球员 三巨头之后的热火是德拉基奇带着一步步完成过渡 直到等来巴特勒和阿德巴约的崛起 不难发现德拉基奇的强硬才是热火这支球队的底色 2017年带领200万人口的斯洛文亚问鼎 澳洲被冠军当选MVP斯洛文亚八位NBA球队的领路人 如今火炬传递到东基奇功成身退引入历史 我们国家以前叫南斯拉夫 现在分解成六个国家 如果约基奇、东基奇、武切维奇、伯格丹 我们组队有美部队好看 豪言壮语却以最平淡的语气说出 这是38岁的德拉基奇篮球生涯的终极释怀 好了最后关注大岛鹏迷路 一起聊球精彩篮球故事 不错过